4月14日星期二九干晚报 金融风暴期间 千万不要与联储局对着干 早两天出了Endgame 106 说联储局可能犯了成立以来最大的错误 得到很大的回响 不少的问题今天希望解答一些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兴趣知道这些答案 继续请先大力点赞 未订阅的马上订阅 并且按小铃铛 可以更快去收到消息 首先我说非常抱歉周报的题目 太吓人了 令大家有点惊风 实在不是我的原意 只是想表达联储局不应该这样扰乱金融市场 今天的主题不是想跟他补飞 只是想说出联储局很少在大手出击时失败 为什么会吓人呢? 就是其中有位网友Ronnie 写了很长给我问是否美元爆煲影响港元 供楼未供完怎么办? 有钱是否拿去澳元日元买实金实银 外币贵金属如何? 钱是王又要放多少钱? 又正在供楼 是否要把按揭还清? 有很多问题 我反过我也不好意思 你打得这么长 我想我真的会吓得你很厉害 另外有一位不太败 Portfolio Holdings要如何 黄金、白银、澳洲纸有什么要留意 大家问的问题也让我相信大家都很害怕 我希望今天再说一点点 让大家看现在的情况如何 或者有安全的做法 大家去参考一下 首先要重温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联储局和美国政府 开了三支大炮有这样的效用 重温一下联储局在3月3日减息半厘 3月15日减息到0减1厘 3月18日的会议当时说完之后 就立刻说不用再开了 这里显示了一些数字 当美国进入减息循环的时候 标准普尔指数500的表现 在一年之后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上升的 01或者07年那些都是表现一样 但是那时候都是说减息循环 都是只是减息而已 没有其他振兴方案 或者这样的无限量宽 所以这次的力度是大很多倍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这就是3月23日联储局启动无限量宽 资产负债表从当时已经增加了 从3月23日到现在已经增加了8千亿 上次见到我们已经去到6万亿之数 基于过去三次量宽成功的经验 还在那里圈了QE123 每一次公布出来之后 每一次股市都是上升 这就是之前我说的 为什么股市有超过一半的机会 已经见底的原因 就是我说过去可以 大家认为可以 接着就是说这次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也是安全地说的 但是你看到现在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好像很多人都觉得走了 另外第三支大炮就是说 其实这支大炮你知不知道有多大 美国政府推行了的拯救计划 大家都知道前两个星期已经有2万亿出了 第一轮的纾困措施 有更多的在后头还有可能有15000亿 现在已经有分析员说 今年美国的财政赤注可以超过38000亿 这个除了支出增加之外 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在计算 收入将会减少 甚至急剧减少 这个数字可能到最后出来 比现在的估计更大 分析现在市场的情况 之前的新申领失业救济羹 或者就业数字 刚刚上期看到 甚至快将出现零售数字 月底又会有国民生产总值 第一季到底跌成什么消费者信心等等指标 预计是不方会好 甚至乎我们会看到第一季有很多 季度业绩公布 很快都会展开 其实今晚会有JP Morgan 和Wells Fargo赴国银行公布业绩 大家也会听到一些所谓的企业开始发刑警 也会为市场带来波动的投资者 应该如何面对呢? 我曾经说过 现在美国的投资市场 应该已经进入了一种叫什么呢? 越堕落越快乐的阶段 意思是说投资者是希望看到更多的坏消息 然后预计政府和联储局有更多的数字出来 去恢复社会 没错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病态 如果你会好像... 我拿个牛红图给大家看 大家不知道我说什么 一些小散户认为股票指数不应该这么高 而去买入红镇 这个牛红图显示 红镇的分布 大概七成 近一千点大概八成 那... 你会不会觉得 散户应该是输的话呢? 股票指数... 恒指指数是否应该会继续上升呢? 这一幅是我其中一幅灯图 大家也当作是一个参考 会不会你也是其中一位买红镇的人呢? 你会不会觉得你输的机会可能很大呢? 我再回答一下 Ronnie听过有一些问题 刚才真的有很多问题 你那些问题我想起码要说三十分钟 但我今天没那么多时间 今晚要上堂 你说房地产市场呢? 其实我也想跟大家重温我之前出的视频 也在说一、两年前 一个就是说香港人需要认识的7.85% 另外一个我说过 就是香港人需要知道的楼市风险 我自己也觉得做得挺好的 大家其实如果有... 有想知道的话 可以去视频简介里看看 我会放两个链子 大家有空又可以再温故资深 因为我也会觉得 我会再整理一些资料 我希望在下个月 整理我对楼市的看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会知道楼市应该怎样走势 应该怎样做 现在世界这么乱有什么好做呢? 我会这样看的 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的散户你们都叫场外 我们现在每天由早到晚看着电算机 不是电算机不是赛马 我看着那个报价机 一些新闻彈出来 我要说的东西 我一天说一次给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听到我说 可能已经有一些时间差 是很难处理的 等于早前我说日元会升 谁知他一两天已经到达了目标 在网络上大家的沟通 就不容易达到 可能会出现一些所谓的获利的目标 我说Casus King 其实说的话很容易 可能Ronnie也不明白我说什么 大家都不明白到底什么 什么是Casus King 要拿多少钱才够呢? 他问我这个问题 到底要多少钱才代表够现金 不是大家现在就准备拿着现金走 我经常跟人说 买金是没用的 如果战乱的时候 买把枪才最重要 对不起 我可能会犯法 我不是鼓励大家买枪 但我问你拿了金 你怎样可以保卫自己呢? 那些其实战乱到这么极端的时候 买实金也是浪费的 买怎样保护自己的那些是更加紧要的 我们再说不要说到这样 就像客人那样 譬如说如果像Casus King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说 少做少错 因为在股市上涨的时候 中间波动造成的时间差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就是你这样上上下下的时候 到底你看多久呢? 譬如现在很多时候听电台电视节目都说 我投资的 不过我短线又会赚钱的那些 有些人呢? 有时听到我都很头恨 到底你想怎样呢? 这些时候是不适宜入市的 这些波动一分钟赢一分钟会变成输 这些时间差就会造成 可能造成得不常失的后果 就是这些我认为少做少错的好处 我们现在身处在股市上涨 是可能会看到经济继续变坏的 这叫什么呢? 一种精神分裂状态之下的环境 买卖股票输钱就会更加让自己很容易在怀疑人生 为什么?九哥华星经济跌 真的输钱的时候又觉得经济应该是怎样呢? 赚钱的时候就觉得经济不太差 这些是怀疑人生是很乱的 如果大家相信将来股市会有更便宜的价格 我相信是 短暂的上升股市就不要太贪心 至于Ronnie问我如何处理外币的贵金属比例是多少 我又给大家一个参考 经验分享 譬如你有一百万的现金 现金记住 你不要说我本来可以杠杆多少十万炒到一百万 现金有一百万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我会用四分一至一半的本金去抄底 两千一、两千二那些 大家人气我吹的时候 你自己买入自己喜欢的货币或者贵金属 金、银、澳币、加币、日元任你买一点 死不了的 作为一个中短线持有希望获取短期利润 见好就收 记住见好就收 不是长渣的 记住我们现在在金融风暴期间 赚取回报不是主要的目标 保留本金为将来在长线投资再作计划 是做一个更好的安排更重要 不要因为其他人冒险赚了钱而不开心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谁又说赚了钱 谁又说买银赚了钱 我又没有 我怎么也冲进去 18块、17块都买 这样子就摸钉 我会告诉你更多人是因为无谓 没有了一些无谓的风险 输钱你就不知道 至于整个投资组合 包括可能有供楼的按揭贷款 或者其他借贷啊 複杂的理财问题 稍后再研究因为太复杂了 说不完 投资讲座讲完了 再说回今天的经常数字 今天有几个不说得多 标期上个星期其实做得挺好的 年升四天 这里看年升四天 昨晚假期之后回到回吐 其实成交也收缩了 我相信市场也开始在忧虑 业绩期会有坏消息 变成投资者变得较为保守 技术指标 大家会知道 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反弹的0.52787 星期四已经去到281 不是 是昨天去到一开始 上去2819 其实现在仍然大概是2787的所有水平 两边都可以走的 如果现在暂时来看看小时图 昨天的高位2819下面 今天早上是2711 我想都要解决了之后看看再怎么看 我比较喜欢用四小条看 这些都是在上升 但是一直在背驰的东西 其实有利走下一点 始终走下多少呢? 我相信我还是用这些10天平均线 可能去到2636 可能去到最低2636 其实都是0.382 在粉红色区域那儿 暂时波动再上会比较有利 在这里再拉上去 似乎力度不太足 因为始终到了0.5那儿 那时候应该会有点获利 恐慌情绪指数 其实今天已经抵达到50天平均线 大概在41那儿 但这两天会是相当关键的时候 为什么呢? 如果再跌就有利股市再涨 如果在这里反弹 我最喜欢的股票指数 我觉得股票指数应该会有机会回落一点 期指在长假之后 我们今天整天都是受上正常升所支持着 今天最低大概在24... 24、24、3左右 那变成都是跟着美股的 我们相信在期指来说 因为标期已经反弹了0.5 而期指只不过去到246 可能仍然有空间去到251 即是所谓的50 0.5的反弹 但我相信要有一些东西才能帮得到 可能是美元指数再跌 因为大家没留意 可能美元指数已经跌跌跌 跌到近50天平均市近99 大家记得我经常很沉气说 如果美元回落 相对会对新兴市场 包括中港股市也会有一些强势 最近的弱势会不会是因为美元再回落的时候 有所帮助呢? 我相信这几天也是值得留意的 再往黄金期货吧 黄金期货其实就是在... 我会这样说错了 每次都说错了 它会在不断的背驰之中上升 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是现货金 终于过了1700 很多报道都说这是七年以来最高的 市场估计就是... 我相信可能也在估计好像有点像... 一、二月可能有点不稳 现在在估计股市会下跌了 所以又先走一步 现在很多人这么说 我就会说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会不会黄金在一、二月上升的时候 接着到稍后股市开始下跌的时候 它真的又会下跌呢? 会不会有这样的危险呢? 我好像现在大家可能都在感觉 我常常在找... 因为买不到黄金 一直都在找黄金的坏消息去支持 我的看法其实不是的 我等一会再给大家看一个原因 所以它有这样的回落随时会发生 其实这里大家记不记得是因为我在解释 美元急剧上升的时候 让黄金作为一个处备货币 或者是处备资产的时候 都受到抛售的原因 这次我觉得黄金... 我仍然是不喜欢在这个时候买的 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这是月线图的情况 黄金现在月线图的保力加通道 颂顶在大概17... 大家看到左边大概1700元左右 这个不是... 这个是现货金 黄金期货现在的保顶大概在1715 跟现在期货比较大... 大概高了50元左右 其实大家说如果在保顶买 我不会阻止你买的 但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原来我都看了 这个感觉原来... 为什么我这段时间一直都不上呢? 原来这种感觉似曾相识 大家记不记得我去年年尾的时候 我经常跟大家提醒标期一直在升 又在保力加通道顶 结果在11月上升 12月上升 1月上升到保力加通道顶超高 结果就这样爆下来 不知道会不会... 黄金期货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希望不会是 不过如果你问我在任何情况下 它也不应该跌低过10个月的平均线 现在10个月的平均线在大概1540几 来到这样的水平 就是人们都双手抱起来 就可以执起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其中一个最大的隐忧 买不下手 没耐性的交易员 投资者当然可以自己决定 我真的买的时候都会大声叫 相对来说我反而觉得白银会更加吸引 因为它不是在保力加通道顶 而且它又在土底穿了之后上去 那个走势较为有利 甚至金银叉也在之前上升到130 现在已经回落到... 側側博回落到81 但我仍然未有所谓的买讯讯 因为如果我觉得黄金会跌的时候 白银也不会... 这个时候也在升 我仍然那些信息都比较混乱 我会继续等待到时再更新 最后也提一提油价 其实我上星期四出审判日的时候 也觉得油价可以主宰股市 谁知道它弄完出来之后 经过了几个星期很多轮回议 它在星期日还要多做一个紧急会议 勉强达成减产协议 姿态多于实际作用 很多分析员都怀疑减产的功用 更加忧虑稍后经济放慢 但对油价负面影响越来越多 人就觉得原油价格应该会去到20元以下的预测 对油股的全景完全没有好处 我相信石油原油价格似乎 我相信还是要看现在 现在暂时在22元 它这两天决定了之后似乎都上不了 上次我们见过低位大概在20元 留下19个多 我还要看会不会有向下的趋势 看图的时候 它的走势都是一般的 你看看这些日线图 这些可能都是一浪低于一浪的形态 一般都要小心一点 我差不多总结一下 我想我也跟大家说过 这些标期一个月之内跌35% 接着三个星期升了30% 这儿最高最低升了差不多30% 这些是一种很容易令人精神分裂的市况 我也相信今年会不断地发生 什么叫好消息、坏消息都会不断地发生 间断地发生 不要说你在社交媒体 甚至乎新闻网络看到的新闻 已经滞后了 我们看到Live的新闻 环球金融市场的报道分析 也是可以非常投机性的分析 现在我经常都说 大哥 你现在说出来的那个人到底是说什么 我到底要怎样去消化你说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很有问题 很少见一个这么短命的熊市 因为它现在已经升了30%差不多了 理论上升20%已经叫做熊市结束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熊市 很难说给别人听 因为我相信这个道士理论始创人Charles Dao 他回生也解答不了这个问题 何况我只是一个普通常人 我真的更加不懂得处理 所以到最后我还是说少做少错 不输是赢钱 你不赌钱就已经赢了 不信不赌赢 不信不赌赢 那就是赢钱的道理 他在做了30年才未见过这样的短期大波动 有大危机 但是联储局这样大出手 我们一般人没办法知道 到底美国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我还想到一样东西 这也可能会是将来社会动乱的根源 绝对希望我看错了 说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大家欢迎简端发问 继续在《end game》系列 还有雷曼系列 大家有空可以再重温 市场是继续波动的 不可以掌握方向 少做少错 紧记我上面任何说的东西都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记得要量力而为不要做杠杆 最重要是点赞 订阅和加小小铃铛 分享给其他关注自己财富的人 让他们知道金融市场发生的严重问题 多谢大家时间了 拜拜